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锁定今天的Focus全球新闻 我是秦林谦 首先新闻一开始 我们先带您来关注的是 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 又有新的变异株串起 Omicron的亚型变异株EG5 在美国快速的扩散 目前占比突破了17% 成为最新主流 上个月在全球病例翻倍 而其中中国大陆占比最大 在台湾有30多起的病例 专家指出EG5 虽然没有比其他变异株更具威胁 但是它的传染力更强 目前传入至少51个国家了 而世界卫生组织 更把它列为必须流益的变异株 全球新冠大流行逐渐趋缓 但病毒持续变异仍不可大意 世界卫生组织将一种新的 Omicron亚型变种EG5 列为虚流益变异株 上个月在全球病例翻倍 其中中国占比最大 变异株EG5又被称为ARIS 目前已占全美病例17.3% 超越XBB成为最新主流 并且已传入中国大陆 南韩 日本 加拿大 澳洲 新加坡和英国等51国 台湾也有30多起病例 专家表示EG5的主要症状和Omicron变异株类似 包含喉咙喉痛 流鼻水 咳嗽和发烧等 虽然没有更大威胁 但传播力更强 担心全球检测量普遍下降之下 恐怕无法反映真实病例数 近期欧美和亚洲的染疫和住院人数逐渐上升 虽然是否与新冠变种有关仍有待厘清 不过专家认为夏季高温 出游和免疫力下滑都是可能因素 现在就怕进入秋季 新冠 流感和呼吸道融合病毒 三亿卷土重来 美国主要连锁药房 已经开放流感和RSV疫苗预约 而辉瑞 莫德纳和Novavix 研发的最新新冠疫苗 则预计在下个月推出 新冠大流行走过三个年头 尽管逐渐轻症化 但早期感染后对于心脏健康 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影响 却才正要开始浮现 迈克过去曾是一名消防员兼急救护理人员 但如今却正在和新冠后遗症缠斗 就连在跑步机上走路 都要小心翼翼的监控心律 从血栓 心肌到心脏病发 专家发现在大流行早期确诊的病患 相较未感染者 在一年内出现心脏异常的风险更高 估计大约每一百个人中 就有四个人需要某种心脏照护 目前专家正在针对重复感染 疫苗和更温和的新冠病毒株进行研究 同时建议民众日常上 不要忽视其他心脏风险 像是高胆固醇 高血压 以及高血糖 TVBS新闻总和报道